食人懒熊称霸印度森林 咬合力超一千斤 暴走后连老虎都不敢惹 这个视频你将会看到三起懒熊生吞活人事件 其中一对夫妇的遗体被啃食四个小时 事件传开后网友直呼懒熊是掠食者榜首 据印度时报报道 2022年6月5日 在印度中央邦发生了一起懒熊食人事件 目击者称这只懒熊撕裂了一对夫妇 甚至在警察和林业部门到达现场之前 这只懒熊啃食了夫妻俩四个多小时 6月5日早上6点左右 43岁的穆克什瑞和他39岁的妻子古迪亚计划 前往印度中部的寺庙进行祈祷 他们穿过帕纳国家公园茂密的森林 这里栖息着狐狸 野猪 野牛以及众多的懒熊 懒熊的身体结构笨拙 尾巴粗短 脚长长达10厘米 这种爪步构造不但方便他们挖掘以学 还便于他们攀爬树木 懒熊属于夜行性动物 白天通常在靠近河岸边的洞穴里休养生息 夜间才会出来活动觅食 懒熊通常并不具有攻击性 不过当受到威胁时 为了自我保护 他们也会使用武力击退入侵者 穆克什和古迪亚在6点30分左右结束了寺庙之行 开始返回家中 当夫妇俩走进森林 他们突然听到树叶间传来一些喧闹声 穆克什环顾四周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走去 在距离穆克什夫妇家不到一公里处 一直重达192公斤的懒熊向古迪亚扑了过去 古迪亚被压倒在地 懒熊锋利的爪子深深刺入了古迪亚的脖子 鲜血喷涌而出 穆克什用尽全力大喊 试图吓走这只凶猛的懒熊 然而这只懒熊表现得像是被附体了一样 疯狂地撕咬着古迪亚的身体和脸部 短短几秒钟古迪亚就被活生生地吞噬了 穆克什绝望地四处寻找石头 并从远处扔向懒熊 但这并没有对懒熊造成威胁 随着咬痕和找痕的不断增加 古迪亚躺在血泊中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穆克什哭喊着寻求帮助 但周围并没有人听到他的尖叫声 他只能靠自己来拯救妻子的生命 于是穆克什鼓起勇气从后面扑向懒熊 试图扑倒并殴打他 懒熊被短暂地击退 穆克什健壮立刻将妻子血迹斑斑的身体 拖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然而这段喘息的时间很短暂 懒熊又向穆克什扑来 以同样的方式咬住他的脖子并迅速结束了他的生命 古迪亚失去了意识 穆克什瘫倒在地上流血不止 懒熊在他们奄奄一息的身体周围徘徊 以一种愤世疾俗的方式守护着他们 当地林业部门接到警报后 立即派人前往事发地点展开搜查 五小时后他们发现这只懒熊正将夫妇俩的尸体 拖到积泥外的水池边 并开始啃食他们的身体 由于这对夫妻已经死亡 想要从正在进食的懒熊口中夺回尸体 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当地林业部门与帕纳老虎保护区的专家决定使用镇定剂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 懒熊被成功捕获 夫妻俩的遗体也被送回 懒熊被送往附近的兽医研究中心进行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这只懒熊正处于狂犬病的最后阶段 他很可能是因为感染引发的疼痛而发动了这次袭击 几个小时后 这只懒熊就死于狂犬病 这一消息传到公园管理员那里后 他们立即下令关闭公园并召回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 他们需要对其他的动物进行检查 以确保他们没有感染狂犬病 据统计 自1989年至1994年期间 印度中央帮就有48人遭懒熊攻击致死 686人受伤 但这次袭击人类并将其吃掉的情况非常罕见 事后印度政府向这对夫妇的家属赔偿了40万印度卢比 约合人民币3.4万元 第二起事件发生在印度懒熊保护区附近 每年的12月 这些懒熊会进入茂密的丛林中 与他们的幼崽一起度过冬天 然后在春天来临之前 让幼崽学会自己独立生活 2021年的一个早晨 一只雌性懒熊背着他的幼崽 在树根的洞穴中寻找白蚁和昆虫 与此同时 42岁的桑特拉娜带领着牛群也在寻找食物 他将牛群带到草地上吃草 然后自己来到一棵树下休息了一个小时左右 随后牛群开始走向森林深处 桑特拉娜紧随其后 此时这只雌性懒熊敏锐地察觉到了靠近的牛群 他对幼崽发出咿呀呀的声音让他保持安静 然后他背着幼崽沿着最近的一棵树爬到安全的地方 等待牛群经过后再回到地面上 但令他更加不安的是 牛群停在了他藏身的大树旁 而跟在牛群后的桑特拉娜也开始朝懒熊藏身的树走来 懒熊紧张地盯着桑特拉娜的举动 意识到他的存在可能会对自己和幼崽构成威胁 几分钟过去了 桑特拉娜在阴凉处完全没有察觉到他头顶上的懒熊 懒熊幼崽已靠在母亲的背上 渐渐地他进入了梦乡 爪子开始放松 就这样懒熊的幼崽从树枝上摔了下来 重重地摔在桑特拉娜的腿上 桑特拉娜吓得大叫起来 牛群也被吓得惊慌失措地逃跑了 桑特拉娜头上的懒熊发出了愤怒的吼叫声 他从树枝上跳了下来 重重地落在桑特拉娜的头上 懒熊伸出锋利的爪子撕扯着桑特拉娜的身体 在狂乱的攻击中 桑特拉娜被压在身下无法动弹 他只能试图抓住懒熊厚实又粗糙的毛发 试图将它从自己身上剥开 但这对处于保护模式的母熊来说毫无用处 桑特拉娜的脖子上被撕下一大块皮肤 鲜血染红了懒熊的毛发和周围的树叶 桑特拉娜的双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 拼命试图止住喷涌的血液 他跪在地上试图站起来逃跑 但由于桑特拉娜失血过多 他的膝盖失去了支撑 紧接着这只懒熊又压在桑特拉娜身上 他的下巴紧贴着桑特拉娜的脸 他的牙齿深深地嵌入桑特拉娜的头骨 并疯狂摇晃着 桑特拉娜无力反抗 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懒熊这才松开了桑特拉娜的头部 桑特拉娜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 随后懒熊找到藏在石头后面的幼崽 并消失在了树林中 一天过去了 村庄里并没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直到村民们看到 只有一群牛正案计划返回村庄的时候 他们才察觉到饲养员没有和牛一起回来 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桑特拉娜 起初村民们认为桑特拉娜可能是跌倒了 或是在白天中暑晕倒了 然而随着夜幕的降临 村民们依旧没有找到桑特拉娜的踪迹 他们立刻报警并协助警方展开搜寻 直到第二天早上 桑特拉娜的遗体才被找到 他的下颚道颈部几乎全部被撕裂 头部还有明显的咬痕 这起事件成为了印度2021年 唯一一起懒熊袭击致死事件 当地警方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 懒熊的第一次抓伤切断了桑特拉娜的颈动脉和主动脉 使他失去了大量的血液 而第二次被撕下一大块皮肤后 桑特拉娜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 事后当地政府为桑特拉娜举办了葬礼 村庄的老老少少都参加了 村民们都心怀悲痛 感叹这场悲剧的发生 第三起事件发生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麦索尔 据报道 当时一名男子正在采摘水果 毫无预兆地遭遇了一只懒熊的袭击 该男子的整张脸几乎被咬烂 一颗眼球也被抓了出来 所幸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后保住了一命 1957年 一只懒熊下山进入麦索尔村庄周围的田地寻找食物 此时这名男子正在树林中采摘水果 偶然遇到了这只懒熊 当男子靠近懒熊时 这只懒熊并没有逃跑 而是开始攻击男子 懒熊凶猛地扑向男子 无情地撕咬着他 尽管男子努力反抗 但还是被撕扯掉半张脸 一只眼睛也被抓了出来 懒熊像块石头一样死死地压在男子的身上 男子几乎无法呼吸 经过几分钟的挣扎 男子设法站起来逃离了树林 懒熊紧随其后 但由于树木和植被太过密集 懒熊在追逐的过程中跟丢了男子的踪迹 男子一蹶一拐地回到村庄 回到村庄后 该男子在被村民送往医院的路上 向他们详细描述了他所遭遇的恐怖经历 并警告他们在进入树林时要小心 然而 并不是每个人都听从了这名男子的警告 有些村民认为他在小题大做 于是几个鲁莽的村民决定冒险进入树林砍伐一些柴火 几个小时后 只有一个村民返回村庄 而且他浑身是血 脸部也被撕裂的面目全非 而其他的村民都没有幸存下来 村庄陷入了恐慌和悲痛之中 村民们意识到他们低估了懒熊的威胁 随后村民们派出搜寻队去寻找他们的尸体 当搜寻队找到尸体后 他们对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惊 其中几个村民的尸体已经被懒熊吃掉了一半 袭击就这样持续了几个星期 不断有村民成为懒熊的受害者 整个村庄笼罩在恐惧和绝望之中 阿拉姆巴克是一位年长的穆斯林 他和他22岁的儿子居住在阿拉雷和西莫家世之间的一座神社里 一天晚上巴克的儿子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 他按照平时的路线穿过森林 这是一只正在觅食的懒熊注意到了巴克的儿子 懒熊突然发出咆哮声 毫无预警地向着男孩冲去 巴克的儿子竭尽全力逃脱 但懒熊太凶猛了 他开始肆意地撕咬男孩的脸部 男孩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 最终巴克的儿子因伤事过重不幸离世 袭击结束后 懒熊慢悠悠地离开了现场 返回到森林深处 几个小时过去了 巴克开始担心 他发现儿子外出的时间比平时要长得多 所以巴克决定去找他 当他看到袭击的景象时 他的心都碎了 他的儿子躺在草地上 浑身是伤 这一幕让巴克痛苦不堪 巴克想为儿子报仇 有了这个想法后 巴克联系了他的朋友 是一位名叫肯尼斯·安德森的猎人 安德森认为这次狩猎相对容易 所以他只带了一些轻便的装备 还有一套备用衣服 傍晚时分安德森到达巴克的住所处 他计划等到天黑懒熊更活跃时再进行捕猎 他从巴克儿子被袭击的无花果树附近开始搜索 花费了大约三个小时的时间 都没有找到这只懒熊的踪迹 不得已 他只能暂时返回住所 重新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第二天 安德森再次进入森林寻找懒熊的踪迹 当地村民将他带到一个被认为是熊洞口的地方 安德森试着向洞里扔石头 但没有听到任何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只能再次返回巴克的住所 他告诉巴克 他不能再待下去了 但他向巴克保证 如果发现懒熊再次袭击 可以通过电报与他联系 他会及时赶到 仅仅一个月后 两名在树林里工作的伐木工人 遭到了这只懒熊袭击 懒熊被他们砍伐树木的行为所打扰 所以愤怒地冲向这两个人 并开始撕咬他们 其中一位伐木工人受了轻伤成功地逃脱了 而另一位伐木工人的伤势十分严重 在被发现时已经去世 得知此事后 该地区的森林官员再次联系了肯尼斯·安德森 他们希望尽快处理掉这只懒熊 收到消息后 安德森请求获取懒熊最后出现的确切坐标 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坐标花了十天的时间才传过来 这让安德森感到恼火 他担心懒熊可能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 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这只熊 他通过调查发现这只懒熊 在一个名叫伊埃娜湖附近再次发动了袭击 当时安德森正带着步枪 手电筒寻找懒熊的踪迹 一名男子跑来告诉安德森 他的兄弟被懒熊袭击了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跋涉 安德森终于找到了受伤的男子 男子蜷缩在树下呻吟着 安德森把他抱起来并送回村庄 但可悲的是 安德森在走了一小段距离后就扭伤了脚踝 这意味着安德森无法再继续帮助这个男子 该男子最终失血过多去世 森林巡逻员后来发现了安德森 将他带到医院 他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后才出院 在安德森住院期间 这只懒熊又袭击了两个人 面对这种情况 安德森决定在懒熊经常出没的田地附近扎营 就这样安德森从下午5点等到了晚上11点 最终这只致命的懒熊出现了 他慢悠悠地从森林中走出来 安德森瞄准懒熊的头部 扣动扳机 随着两声枪响 懒熊被击毙了 这只懒熊至少夺走了12个人的生命 这一系列的袭击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和痛苦 人们对于这只懒熊 为何会突然展开如此致命的狂暴行动 仍然一筹莫展 在印度 懒熊被认为比老虎还可怕 因为他们的脾气变化无常 打斗时常常使用爪子和牙齿攻击敌人 造成了许多伤亡案件